他是低调的歌手 但是一提起他总能让人想起他温柔的声线 他就是奶茶刘若英 唱过很多经典作品 参演过很多影视剧 事业很成功 只有唯一让人诟病的 就是他和师父陈生的那段情 现在的刘若英已经结婚了 可还是有不少人回味他对陈生的那段情 1991年 年仅21岁的刘若英 遇到了31岁的陈生 当时陈生与罗大佑李聪胜 被誉为滚石三大音乐教父 是享誉盛名的音乐制作人 当时由于工作关系 刘若英和陈生几乎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 刘若英非但没厌烦陈生的坏脾气 反而日久生情 悄悄爱上了才华横溢 且个性十足的大男孩 当时的刘若英还在台上大胆表露自己的情感 然而此时陈生已经结婚生子 对于家庭的责任 不允许他接受这份迟到的感情 但其实陈生心中也有刘若英的一席之地 他曾评价刘若英就像一杯奶茶 虽然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 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 如此暧昧不清的关系 让陈生很累 所以在1996年 陈生主动与刘若英解约 并祝福他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 可是刘若英也并没吸掉对陈生的爱情之火 在2002年陈生的台北跨年演唱会结束之后 刘若英当着无数歌迷的面 问陈生你能给我一个拥抱吗 这个恳求让全场歌迷瞬间安静下来 而陈生只是用手掌摸了摸刘若英的头 并无其他表示 也正因为这次的举动扑灭了刘若英的希望 师父永远是师父 不属于他 只属于他的妻子和孩子 现在的刘若英已经和钟晓江结婚了 曾爱得轰轰烈烈 没得到 只是曾经拥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